那很久没有用普通话跟大家做视频了 就是因为这个平台现在可以自动认出我的广东话的发音 做成折磨 但是我怕太久不用普通话 我的普通话会忘记了 所以今天再来练习一下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上个星期六没有发布 我每一个星期都有的改变歌曲 我告诉你其实不是没有 那就是因为平台现在对这个版权的要求 越来越严格 所以上个星期六我发布的歌曲一直都在下架 那我也不是在这里吐槽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做主播 那就是要遵守这个平台的规则 所以大家不容下架没关系了 我就把我的作品发在其他的平台 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这里可以静静告诉你 我上个星期发布了什么歌曲吗 我也不敢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了 那现在我先唱一两句吧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 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好了够了 那这个歌曲啊可能因为版权的问题 我把它改变了 录了音 但是把它放上去平台 唱了很多次 平台都不见啊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唱一唱他的粤语词吧 一直要关注我的视频都知道我改变歌曲的方向很简单 就是我要保留他原来依静 这个歌曲非常火 他的背景就是一个客栈 那个MV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武林高手 在救一个美女啊 然后他们隐居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 现在我的粤语词也是差不多的 大家一起听一下吧 最古是牵挂念红尘 望向风沙也会自困 未明陷行人居于此处 独遗憾 陪伴我只有伤感 而在他的中间也是很典型的流行曲的套路 用这个F开始 谁问人手不出盐尖 非暴见怀中人情相难免 我现在唱到这里 大家一定知道原曲是什么 那你希望知道我的词跟原著是不是很像词 能不能拿到他的原来的情境 可以先听这个原曲 再来听我的 那你要听我的版本 我相信现在不能在这个头条上听到了 可能你要到这个油管 或者到B站 你要在油管找到我的作品 也是很简单 这是输入风情奇想 阿罗斯 客展 那就应该看到了 还有在B站也是一样 第一个就是 好了 我相信大家喜欢听我的作品的 一定会找到方法怎么样去听的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里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您关注点赞 及转发 再见